而且人好像也是这样 就是你一旦有了好条件 其实你也很难往后退 对吧 就是你说我这个吃好的吃习惯了 突然让你这个吃岔子 你又觉得不习惯 但其实它也是利用了你这个特性 来一步步驱使你去干活往前走 这个就可能是现在社会 比那个时候更稳定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组织结构分工 其实只是更聪明 所以你这个青年人 你能理解中年人的辛苦 特别能理解 我还能理解青年人的辛苦 就是刚才就是说 一些互联网公司 今天就做PPT 去干活写代码这些朋友 到底如何能感受到 或者像看到节目里面 这些科学家一样 说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我也想像他们一样 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所以我觉得特别牛的一种人 就反而是那种 比如说他以前是马农 他在北上广买了一套房 他的贷款 然后他突然就决定 比如说我把这房卖了 我回到县城 买一套县城的房子 然后这边呢 因为卖了这个 这个北上广的房子 可能还有一点这个积蓄 我把这积蓄放到银行里 然后吃这个理财的这个收入 然后我就把我每月的这个生活 或者我都 我对物质的欲望 限制在这个 这个理财收入这点钱里头 就过这样的生活 他们就是有人说这是躺平的生活 但我反而觉得这是 一种挺了不起的吧 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就是 他找到了一种推出的机制 就不是在这种单向度的社会 单一的评价体系里 我还要跟着这个单一的评价体系 一起卷 反而是我找到了一种 另外的一种活法 而这种活法 我觉得是对任何人都无害 然后 我觉得是挺了不起的 由社畜变成人畜无害 对 而且会后悔 但是很多人后面会后悔 怎么会后悔呢 没有 他就说我房子卖了 你看前两年他把房子卖了 然后他又开始说 我要不卖的话 这已经是 房子都毁清了 那要现在吃利息 我又怎么怎么着 这是个人啊 就是很奇妙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 我们说刚才说 这个奴隶好像是解放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奴役状态 也是一个相对的东西 它跟自由是个对立的概念 对吧 就是说在很多方面 随着这个社会管理体系 越来越发达 这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 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 高科技的手段 这个越来越发展 我们人到底是 越来越自由了 还是越来越不自由了 这是个大问题 对吧 实际上在我们说 到底是奴隶变成的人了 还是人在某种 另外一种意义上 更多的变成奴隶了 古希腊社会的奴隶 是身体上外在的奴隶 解脱了身体上 被奴隶的状态以后 可能你的精神上 还在被什么思想和观念 给奴隶 对对 就是 所以从这个意思上来说 追求精力中间 这就是思想 其实我们现在的科技本身 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网络 一个家属 一个家属 或者一个自顾 是吧 他把你捆在里面 你只能按在里面 而且随着科技越发达 人实际上越没有自由 人的自由越少了 你只能想一想而已 科技越来越把你算得准准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这个科技有一个 当然有积极面 但是它的这个消极面 越来越需要警惕了 因为它对你的 这个大脑机制的研究 越来越深入了 于是到最后 你还真就变成了一个物 比如说 现在各种各样搜索机制 是吧 本质上就是一种多巴胺 多巴胺机制 其实人的大脑 现在我们弄得越来越清楚了 叫多巴胺 对 但是让我们享受当下的 这个有很多物质 其中比较主要的一种 叫内非钛 然后呢 但是问题在于 多巴胺的这个骗局是什么呢 它老是保持在想要 对 想要 但是你看很多东西 你一买了 你马上觉得不太想要了 这就多巴胺消失了 多巴胺促使你想要 比如说他们就说 很多企业家 为什么会变成 挣了多少钱 甚至他可以不享受他的钱 对他来说 粗茶淡饭 他也真是一淡食一条饮 他已经被控制了 他就需要那个数字 这种人在大脑神经学上来讲 就是追求多巴胺快感 这是一种类型 就是他 其实是上瘾了 上瘾了 他老要这种 对一个东西所期待 比如说你有一天走过 新开了一个 比如说汉堡店 我想吃 这个时候是多巴胺 但是你吃了一天 第二天不想吃了 因为你不能享受这个 这个当下 对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 他当代社会 他就前面那块肉啊 对 他就总是吊着 因为人从动物以来 演化出来的谋生机制 你的大脑就是 促使你老就想 其实狗熊白棒的 要了你就扔 要了你就扔 但这样的话 就是被奴役 对 而且更重要是 这块肉是高科技的肉 这块肉 它还可以知道 你想要它 这一点更重要了 是吧 他现在你看 我因为平时上网勺 但是我 比如说我 我哪天看看 看看这个二手房 很快就有房产公司 跟我打电话了 他就知道 我看了二手房了 是吧 我想那到底是我 获得了自由 还是我完全被他们 这个电脑 这个东西就捆绑了 是吧 他马上来通过你 然后你的电脑上 你这样一看 这个摆 我因为平时 也不看百度 它就出现大量 跟这个有关系的信息了 所以我说这块肉 已经不是原来 那个被动的肉了 这个肉是个主动的肉 这个肉是高科技含向 它可以知道你在想什么 它进一步的诱惑你 是你不能 所以现在看来 就大概只有 这个大脑是不是 前额叶这一块 大脑皮层 这个就是说 这个哲学思维 对 可能有助于 还是个那个管理你的 这个多巴胺 对对对对 让你别完全那么生物的 对对对 摆头这块肉 或者至少在有限度的范围 对对 你看就是 比如说我原来 那生存都有困难的时候 确实就是 确实顾不上想别的 您先活着吧 活着就想活得更好点 房子再大一点 对对对对 对吧 什么都能好一点 但是呢 好到一定程度 我估计忽兰 你可能还没到这个岁数 到一定程度 确实是会产生一个 就是说哎呦 觉得还能不能挣钱 钱是挣不完的 还能 但是还需要去做一些 不想干的事 这个或者说 即便是想干的事 超量的去干 也会变得不想干 对 到这个时候 对 其实是哲学 让我明白 人生为了什么 比如说 我觉得那个话说的 那就是哲学家呀 就是死了之后 都占那么大块地 对 挖出去的钱 才是你的人生啊 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 这个高消费啊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开始想想 这个内飞态 是对 我该怎么安详一些 对 我的这个 对吧 你会到达那么一个坎 那个坎上能够阻止你 一直往前掉那块肉的 可能是哲学 你觉得是 我觉得现在 不知道赵先生怎么想 我就觉得 哲学的进步速度 没有科技的进步速度快 就有点跟不上 毛泽英 毛泽英头发都白了 对对对 自从19世纪末 黑格尔时代以后 19世纪中期以后 他他几乎就像罗素说的 他在科学和神学两者之间 遭到了双方的攻击 后来你觉得 就是在努力事业 怎么这些 整个这些过程中 你觉得疲惫吗 你有想过休息一下吗 或者放空 就什么都不干 我偶尔会害怕 就是 我就觉得我现在能干 我就再多干干 因为 整个这个 这个这个时代 包括环境的不确定性 就不给我这个安全感 我觉得如果过了几年 大家不喜欢看 你在这边说了 那你再努力也没用了 那我还不如 这样那天努努力 就把想说的说了 想把想表达表达了 其实会有这种不安全感 你不像我这个 反正已经过去了 再想干也没机会了 才能学学哲学 所以你看 人生不同阶段 所以迷列完了 猫头鹰 最后在黄昏时候才起 你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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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黄昏了 我黄昏了 我黄昏了